《雄逸》 我是墓子 在电影《消失的他》中 文永珊扮演的李墓子 美丽而极具攻击性 性格颇为复杂 它是有两面性的 就是随时切换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温婉的一个妻子 然后另一面呢 就是一个真实 他需要履行这个任务 达到他的目的的李墓子 我觉得形容这个李墓子 是一个带刺的一个红玫瑰吧 我不明白吗 片中这朵红玫瑰的红裙造型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整个色调穿衣风格 都是比较大胆的尝试 都是整个饱和度是比较高的 我全程就是李墓子 都是贯穿一个红色的一个状态 可能沙滩那场戏 就穿了一个黑裙子 但是基本上这个人物都是非常完整的 去统一穿衣风格 文永山提到的这场沙滩戏 正是推动剧情转折的重场戏 大家都是坐着吃饭去把这场戏完成的嘛 所以我们在演这场戏的时候 我们走戏的时候都会设计一下怎么去调动吧 它不太像是平时我们拍戏的感觉 更像的是一个舞台的感觉 就是我们所有的节奏 给我拽过来的所有的劲 所有的点 节奏 台词 我自己的感觉是跟平时是不太一样的 为了将角色的两面性呈现到位 文永山还挑战了一回酒瓶砸头的戏码 我都抖了 就全手冒汗 就是砸 就是不知道怎么出手你知道吗 要过第一条的时候 我真的紧张到要死 但是那场戏你要有那股劲 你就不能有那个胆怯的这个 流露到这个镜头前面 所以那场戏还是对我的挑战还是蛮大的 开始 好疼啊 然后我打完第一次之后 我打击就大了 就觉得其实也还好 虽然有点疼 是真的有点疼 但是你必须就是 你要情绪 你要猛一点 就是要比较疯狂一点 所以其实这个诡异的笑容也是 我觉得当下的这个心情就是我要跟你拼了 开始 好的表演离不开搭档的相互成就 这次和朱一龙合作 文永山也收获良多 世下的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安静 然后比较害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话也不多 但是就在他演技的时候 他就特别有爆发力 特别会给他的戏给吸引住 就特别有魅力 所以我特别就是喜欢看着他表演 去学习一下 你别过来 我先告诉你啊 你别过来 你还有一季牌的票吗 你们家表演多少钱 谁说我们要多少钱 你别过来 你消失的他是一部非常精彩 很多反转的一部悬疑片 不到最后你都猜不到这个结局 所以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小火慢烤 生不如死 也有滋味